大家好,我是Andy 今晚有下級跌,跌穿了之前的支持位 看起來好像有點危機,日線圖出了一支比較長的陰軸 也要提一提各位,道指今年創了歷史新高 如果上映線收得太長,再升穿的位的機會是越來越微的 上映線越來越長,能夠升破的機會就越小 如果上映線一場有機會令市場恐慌,就會越來越多人 因為市場恐慌會有危險,可能會引起恐慌性的拋手 這個時候越拋,上映線越長,越長就越拋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轉角位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有陽魂心理,沉醉於大昇士 或者跌得很厲害的時候會很恐慌 但其實恐慌的時候就會形成了一個低波 就是在享受昇浪的時候,就會有機會已經到了盡頭 故事實在是這樣的 現在提到一件事,已經是有點不利的訊號出現 也提到一些比較客觀的因素 例如說,道指年線圖已經是由2009年到底 然後升上升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其實是8年,即是8年,所以是一個比較大的周期 也有機會做一些轉向,甚至不出奇 現在升了8年,以月線圖來說,是升了第8年中的第13個月 現在升了第13個月,以月線圖來說,是升了第13個月 這也是一個轉向的信號,即是破了前面的頂 其實破了前面的頂,市場也比較流觀,近日也比較大成交 但有件事就是,見底見頂功能都是這樣,即是破底就有時候就等於見底,破頂就有機會見頂 這些都是要留意的資訊 現在升了第10,上次的底部升了上來13個月,有機會是轉向 因為我的看法就是,如果13個月也不轉向的話 那就很可能是下個轉向,下個頂位可能是21個月 即是可能升到年底,我本人的看法就是這樣 如果假如,如果是升到第13個月,那當然也可能會下跌 例如5至8個月,上下 這些都是平時我們用一些週期的應用 現在就是,說回說,彭子升了13個月,有機會轉向 而且導致升了第8年,現在的上線也比較長 那,就,也要提醒各位這些我們在圖表上可以看到的東西 那,支持位呢,其實這個之前鋸出來的通道也是跌穿了 那就是說,如果之後不升穿回21,000 其實一跌穿了,本人覺得就比較難,可能會升穿回 那現在就要看這個位置 那現在 就會看這個位置 那現在看這個位置 那現在就可以看這個位置 那現在就要看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升穿的話 再有機會說可以扭轉回 再有機會跑到頂端,這個位置比較重要 20968 如果一直都不升尊,市場可能會比較淡 之前數浪有個中型級3浪,有機會出中型級4浪 就會量度那些位置,看看中型級4浪有機會到哪裏 還有一個最後的防線 一般一個4浪可以調整一個3浪的0.236至0.320 我們選擇中型級3浪的波幅 就會看到有機會跌到那裏 再加3浪 呃...都... 老實說,如果跌到那些位置,其實也... 不是太看好的市場可以上得到 2萬名300左右 是... 對,獲得到 對,獲得到 對啊,獲得到 有機會去到這些位置,會支持嗎? 這麼多方面,再說吧 對,到時候到這些位置,再說吧 暫時看上去就不像是... 因為都已經跌穿了 然後... 也已經跌穿了這些大位,上次的大位已經破了 那麽的話,我覺得應該是看這些大位,2300 那麽這裏我看到是道指的貴線圖 4月是新的一季,第二季,即是新的一支貴線捉走開 那麽就算這支貴線捉可以保持羊捉也好 可能收回最後是收羊捉,但影線比較長 那麽要留意一下,下一季就有機會出羊捉 其實這裏看到已經出了6支羊捉,連續升了6季 那麽如果你搏去斷籃的話,下一季出陰燭也不奇怪 那麽就是這樣 那麽說法也就是,呃... 那麽看到這裏是道指的周線圖,看到那個MATD也很高 而且這麽小頭其實連續三個星期都沒有再破上次的頂位了 對啦,之前升出來,每個星期都會破一破前面的頂位,床高、床新高、床新高 那麽看到這個上升動力已經開始減弱了 那麽如果之後做四叉呢,就分分鐘可以 那麽如果是MATD的線會跌回到水線位置也不一定 那麽也都暫時走勢就比較差了 那麽看到這裏 那麽是那麽是又在這裏 那麽是有數錯浪 那麽是有數錯浪 那這裏 2009年3月的低位 6000多点升到18300多点,2015年 这段科幅,假设它是3浪,例如我们这样说 这个是1浪就比较舒服,这个是1浪 然后ABC做了2浪 但是3浪就不可以是最短的 如果这个是3浪,其实是可以成立的 这个是3浪,其实是可以成立的 这个是否就是4浪呢? 如果是这样,这个是5浪,先看看金剧 金剧也在飙上去 有一个现象就是会不会 其实数到 金剧方面 就会数到1个 牛市4浪 对了,金市方面就会数到现在是一个处于牛市4浪 对了,我们看看之前的数据 之前1979年1.80年这些位置做了牛市1浪 因为牛市1浪,牛市2浪的成交率是正常的 因为1浪的成交率是正常的 看见牛市1浪是600多 看见牛市2浪是用了一个 ABCS,ABCS,ABCS,ABCS 这个3重3 的调整浪形态 做了牛市2浪,然后牛市3浪 就会升了144个月 那如果牛市4浪会不会跌89个月呢 其实是未必的 可能它幅度上到了位 那就可能已经结束了 暂时这个牛市4浪 看到有两重的调整案 就是第一重用了平台浪 ABCS,然后第二重用了一个设计 12345,ABC,12345 然后就会做到设计设计 其实已经调整了两重 这里我看到 用STC,看到这个低位 超卖得比前面的1046的低位 这里是1122 那时候有机会有一个背驰 就是说 已经跌不下了 有机会是这样的 看法 已经跌不下了,随时可能会出现牛市5浪 随时会出现牛市5浪 那牛市5浪会有机会升到哪些位呢 我们可以试试去 看看我可以 因为我们有1,2,3,4都出现了 有机会量度 反正会不会现在是 导致 有机会见到顶的时候呢 我们有今次会出现牛市呢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我们可以试试去 好了,我们就用Fibonacci 抗战线去 一浪 直到三浪的比例 然后会 第三点拉回到四浪的低位 暂时会是低位 那么就会有三个目标出来 会是五浪 第一个目标就是1759 第二个目标就是1979 第三个目标就是2199 那么就会是有机会这个黄金 如果是出现牛市呢 就有机会去到这三个目标 之间 其中一个我觉得就会是这样的看法 其实也没说哪个特别有似的 对,虽然的保守点 我想也是看回176历吧 如果他要破顶的话 我想是198历吧 选择这个可能性给大家参考 好了 现在黄金的勢势也是比较阻弱的 由于可能性给大家参考 因为这个资料可能是今年顶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资料可能会参考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资料可能会参考 可能会参考 如果是0.5的比例是0.5的比例 好像是 完全是被他受了 那这个位置 那会是 1,2浪 没错 那3浪 就是这样说 3浪 3浪 4浪 5浪 5浪 波幅 5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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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浪顶,我们用Fibonacci Retracement去固定超级回忆级一浪的底位,以及超级回忆级一浪的终结 我们看看1.618的比例,它会在这个位置附近 即是说这个,不是说没可能的,而是超级回忆级3浪 这个,自然会是超级回忆级4浪,这个自然会是超级回忆级5浪 以这样的看法来说,就可能会是... 呃... 我看到顶了 再加上它已经开始跌穿一些支持位 对了,之前升上来,正路是一浪比一浪高的 但是现在一跌穿了,就可能破坏了升浪 随时在刚才所说的数法,它是有机会成立的 那这点就可能会提醒大家先 那就是说,来近4,5,6月第二季就可能会... 呃...都应该不是... 屠市未必会会太好 好了,那说回黄金... 说回... 假设吧,我们暂时的样子,看到这里似乎是做到一个1,2档 接着我们看看上面的目标呢 向上的目标呢,就有机会去回1,3,5,1 那如果1,3,5,1都可以一跌穿一跌穿呢 那...就可能整固一下就会去... 这个...1,4,9,2都不定 对了,那就要视乎 去到1,3,5,1那些位会不会受阻燃之后 就会做回4浪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可能... 3浪就是1,3,5,1的地方做了 但如果一下子就刺穿的话 那可能... 这里设到的1,2浪 所延伸出来的3浪 就有机会去到1,4,9,2 那...就先说回1.5 因为现在的西斗师傅就是... 刺激向上多了 那...如果是要... 定一些的子斜位呢 我想会是这些吧 呃... 1,2,3,0左右吧 或者是... 1,2,2,7,这些位 好了,那... 那... 市...放呢 就看到... 那... 那...其实看回... 這個桂线团呢 看MATD的来讲 就不像的 通常MATD出这样的形态 它像套上去的机会比较大一点 但由於現在外圍在下跌,也要先看看開始是怎樣 明天看半連線竹或連線竹 因為要連線竹出到大洋竹這樣長,就像是會向上拉 但要把這支長長的洋竹,整支扭轉為陰竹 看下去是難以自信的,但要看道指的發展 暫時來說,也要看淡,在故事方面 剛才所說的,也要留意一下 例如月聖堂這個數法會否成立 如果這個數法會成立的話,就相當危險 因為超級軟級的5浪已經完成了 即是會出 即是道指的牛市已經完成了 那這個道指日線圖,這個中型級的4浪 暫時會先看一些理論上的回圖比例 即是20300 那橫子方面呢 之前就說這裡是中型級1浪 中型級2浪 中型級3浪 中型級4浪 現在幾乎imientos 結果只有2,146,156,157 Ever如此 只是4,157,203 一個 答案情況情況 在 chopper Losus 先看得到蠶子前 好看,會是 2浪是强勢平台,即是3浪会由2浪的结束开始,就是3浪 当1浪延伸了,3浪和5浪的比例就有机会是1比1 我们放一个Fibonacci的抗战线,在2浪的结束,即是3浪的开始 第2点放到3浪的结束,第3点放到4浪的开始 就会找到2,4,6,5,7的5浪的比例 这2浪是强勢平台,假设不是这样 现在导致也破了,有机会是成立的 即是说,这个会是 即是说,这个是这样的看法 现在就是基本级的1,这个会是 接着这个会是基本级的2 然后这个会是基本级的3 这个是基本级的4 接着这个会是1,2 这个已经有支音速,我想应该是3 在这里 接着这里还做了4 对,这边是更正的1 这边是小级的1,2,3,4,5 现在做了3 这个会是A,B,C,4 这边是拆开了 即是说,这个会是5 也就是说 其实是完成了 其实是完成了 那 对,形态上也应该是正的 1,2,3,4,5 那接着 如果这样的数法是成立的 那接着 那接着也会 小心一点 即是说 C可能已经完成了 因为B去C 是分5个子狼上 B在这里 C就在这里 那就有5个基本级的狼 就完成了 即是在这里 A,B,C就完成了 那C完成了 也就是说 大型的B完成了 就有机会是这样 那 那另外有件事 都可以说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 之前所说的S浪 28600里 原来 原来现在是一个反弹 的比例 去到0.382 这个比例 就会出来了 在这里 在这里 看到 看到 就是说 之前说的A 就是 回忆级A 那回忆级B 就有机会反弹 反弹 这个B 是会反弹A的某个 比例 那现在 原来是刚刚碰到的 对 刚刚碰到0.382 这个比例 那 这个是月线图 那 那 今个月的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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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给大家参考 这些资料 好了 那这条影片 就 这条影片 就说到这里 觉得有用的可以上下 给朋友 可以按赞 你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订阅 我们下条影片 谢谢 谢谢